我愿之身 看昆仑 这 就是你的极限了 不怕 战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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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战 无论结果如何 你都已是必死之身了 还请老祖 陪我重去 就凭你 这投机取巧 飞出来的天象镜 战亭 不过 战亭 落入 战亭 真是他 你快要停了 你快要停 成了 你不惜敬命全力一击 又可曾伤得了我 你也来了 正好 等杀了他之后 再一剑神一战 既然天相敬杀不了你 那我就再上一层 天相敬再上一层 便是陆地神奇 连王先知都没到这境界 你怎上得了这一层 老祖 可曾听说过 这境界初上就上吗 他这是用自身气血为星材 燃起星火 登陵绝境 可就像他自己说的 初开变白 他的性命 别到了最后一刻 这不可能 就算是不惜心 也不可能真的达到陆地神仙之境 从善平等 虽难可拿昆仑 老祖宗真的应该读一读 那些被你视为无用的书 若不能明了 势力天心 你一辈子 都不能登陵此境 你也配合我讲大道理 老祖 还有什么遗言要给回家 就算你现在是陆地神仙 又能活多久 只要我全力躲闪 你又怎么能杀我 到头来 还是我亲眼看着你 不甘狠王 打不过度索 这也太漂亮了吧 真是知性退 要是换做您呢 拥戒之人 知性不退 不得行 还是用了电视 要真是陆地神仙 靠自身就能杀的 已经很了不起 你现在还能活多久啊 爹 我可以让青春做家族 我可以发誓 永远不碰的 请 老祖上天 我可以要求你 我可以发明了 我可以发明了 小丝 伍子 小丝 你也不能吓 你 我可以发明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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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祖离世 家族不可一日无主 如山重担 只有我来承担 来人 将这谋逆者的女儿拿下 等等 北梁徐凤年 愿见天意 主掌孙人 世子身份尊贵 如您在 自然能压得住一切拨来 可您 又能守在灰山多久 他说的挺有道理啊 若我做了家族 也愿与北梁结为同盟 至于我这侄女 可以赠予世子 你家长辈都挺不要脸的 我二叔心性桀骜 如今轩辕大盘已死 我爹和三叔也已离世 再也没人能压住他的野心 北梁与灰山相隔甚远 他一定会甩脱北梁控制 甚至 会反身咬上一口 这样的盟友 你敢要吗 你又能好到哪里去啊 我轩辕清风发誓 若我执掌归山 必定竭尽所能 振兴家族 让轩辕家屹立不摇 大话谁都会说 你凭什么做到 我为家主后 问鼎阁将为全族开放 即便是门客 也可入内严习武学 真是 大话你走回家主 太狗了 太狗了 我们也能演习 对 太狗了 我们也能演习 太狗了 震惊家族 只怕家族成了别人找牙 如今轩辕大盘已死 灰山孤立五元 此时依附北梁 也可保轩辕家平安 但我与此发誓 轩辕 不会永远做别人情 等下一代天象镜出现之前 对 轩辕家 将会全力配合北梁行事 那要是有了新的天象镜呢 有了天象镜条件再谈 实在 轩辕家主之位 可不是二位这么说话就能定着 到头来 还是要看家族中人心中意愿 主位 若轩辕家 由这么一位黄毛丫头来做主 岂不成了天下人的笑话 请各位扪心自问 谁更适合接掌灰山 这还要选啊 这还要选啊 掌幼尊卑 方为一族之本 说得好 掌幼尊卑 清风啊 你且听听 这 才是人心左相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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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小叔 你没有事好 若是说长幼尊卑 大公子才是嫡子长尊 大小姐名正言顺 正该是轩辕之主 轩辕敬义身死 宫廷大小姐支掌轩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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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认为我 还能有谁 你爹不简单 我还能够 我找人了 也有一点